今天歡迎我們這位長腿甜姐兒 劉璇 歡迎您 哈囉 大家好 好 劉璇今天為什麼會來呢 因為他有落枕問題 你覺得自己的原因是什麼呢 年紀輕輕的 就有這個問題嗎 其實我發現好像在30歲以前 怎麼樣睡覺 有沒有枕頭都無所謂 30歲 因為我現在也30歲過後了 我發現我只要就是 睡覺突然一個不對 可能脖子沒有卡好在那個枕頭上 對 或者是那幾天可能工作特別忙碌 我有一天起來 就像我最痛最痛的一次 是在去年疫情5月的時候 剛疫情 我那時候一繞完 我隔天起來我的脖子是這樣 沒有辦法動 我只能用眼睛 這邊可以動 可是呢 這邊就不行 而且我每一次繞枕 都是左邊 然後為了要玩手 可是我那時候頭不能低啊 然後不是通常我們打手 有都是這樣打嗎 那因為我的繞枕也太嚴重 只能眼睛往下 於是我就把手機就這樣拿起來打 對 打...打到後面 我跟你講我手好摔喔 還要放下來一下 然後後來打到兩隻手都麻掉 天啊 那還繼續打 因為太無聊 你在家 你只能就是找尋就是其他的方式 然後不然我就是用 U型枕 就是像我們在車上睡覺 不是有買那種U型枕 就是撐住你的脖子 對 然後我要看電視的時候啊 我也是這樣卡著 然後脖子都不能動 眼睛動 然後睡覺的時候 我只要一睡 因為那時候太痛了 睡覺的時候不自覺的翻身 你會被痛醒 所以我還用戴著U型枕睡覺 我有發現我好像是 睡相不佳的代表者 因為像我自己睡覺的時候 就我媽媽曾經跟我說 我睡著像是大法師一樣 她說我睡覺的時候很奇怪 就是我會像石中一樣這樣轉一圈 天啊 隔壁床上我就在這邊起來 所以我一直以來 我都不知道我有轉 然後一直到有一次喔 我早上起來 我的那個無名指這個地方啊 腫起來 我才發現說 我真的睡覺蠻差的 後來我就發現我怎麼睡 你知道嗎 我可能睡覺的時候是亂凹 然後躺著 然後我的這個無名指 就被我身體壓住 我就壓住了 對 然後起來之後 我的無名指就腫起來了 然後還有一次最誇張 最誇張的是 比如說我的床是這樣子 這是平面嘛 我有一天睡到一半 我就突然 痛 右手痛到醒來 我就張開眼睛 然後想說 發生什麼事了 你知道嗎 我的手舉在空中 我手舉在空中 然後整隻手都麻掉 我還這樣用左手 慢慢慢慢慢慢這樣 把它放回來喔 因為你知道 那已經舉很久 已經舉到我右手 完全沒有辦法 就是自己自己動了 然後我才發現說 我的睡姿真的是 可能真的是最影響到我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 我覺得枕頭也有關係 因為我一開始 以前不會落枕的時候 我的枕頭就隨便買 就買那種就是幾百塊啊 然後可能會泛黃 睡久會泛黃 然後還不能洗的那種 然後後來 很多人都這樣捨不得壞 對 然後後來 我就開始學習買記憶枕 可是我買記憶枕 我也是落枕 後來我就真的 從去年就是落一個 那個最大的時候 我就花大枕 鐵的心 對 我買了一顆 六千多塊 可是因為我睡雙人床 所以我得買兩顆 因為我怕我滾過去 因為我睡一隻拨好嘛 我都買了一萬多塊的枕頭 但是呢 有減少了落枕次數 可是 我還是落枕